小朋友死翹翹了 然後去年還是前年 台南又有一個老阿嬤被狗追 然後也是跌倒就發生意外 所以呢我們要預防這些事情 而且在場的家長 其實我去每一所學校我都會做一個調查 被狗追過 通常在比較遠離都市區的學校 被狗追的比例是8到9成 甚至全部 那都市區的學校小朋友居首甚至有4成以上 所以你看那個被追的比例是非常的高 那這邊的小朋友其實都被你們保護得很好的幸福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姿勢 要怎麼操作教授給他們 好那我們請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在那邊排隊 那我們用繞通事情最後再回去你們的座位就好了 好小米上班喔 好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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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